手摇饮,面包,沙拉酱饮藏添加糖。小心糖尿病,忧郁症七大风险。 你是每天都得喝上一杯的寒糖手摇饮控吗? 还有爱吃的面包,花生酱,沙拉酱,玉米糖酱等,都含有添加糖,小心摄取过多添加糖,不只会让我们肥胖,更会让我们生病。 除了大家熟知的糖尿病,也可能令人罹患忧郁症,使血压升高,以及提高心脏病几率等七大风险。 添加糖包括,玉米糖香,葡萄糖,热糖与蜂蜜等。 饮食中含有的添加糖愈多,就愈不健康。哪一些是属于添加糖? 添加糖。 添加糖的化学成分包括所有有力泰的单糖和双糖,也称为热量甜味剂,caloric sweetness。 添加糖。 添加糖包括,高果糖玉米糖浆,还有龙蛇蓝糖浆,椰枣糖浆,葡萄糖,热糖与蜂蜜等,全都被视为添加糖。 根据美国2015-20版饮食指南的建议,添加糖量若超过10%每日总热量,慢性病风险就会升高。 添加糖。 添加糖吃得越多上瘾。食欲反而越好。 。 到底添加糖对人体的健康风险是什么? 。 2015年营养学评论期刊,Nutrition Reviews,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,这项研究检视了数十名学生从1972-2012年间的健康情况。 。 发现摄取添加糖的量愈高,饮食条件就愈差,微量营养素的摄取量也愈低。添加糖最强大的影响不仅是身体,也包括大脑。 。 添加糖吃得越多,就更容易感到食欲未被满足,于是需要吃更多东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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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下以下七大疾病风险 糖毒控酿七大疾病风险 危机一,让脂肪囤积于腹部 食用果糖24小时内,体内的酸酸钢油脂浓度就会上升 三酸钢油脂是血液里的脂肪沉积物,由肝脏制造,是建造和修复体内组织的重要原料 但当摄取大量果糖时,肝脏会制造更多酸酸钢油脂,对身体来说,这是储存腹部脂肪的信号 危机二,使人烂的活动 添加糖让你变胖的方式不止一种,其中最诡异的是减少体能活动 根据伊利诺大学的一项研究,追踪两组小鼠两个半月,两组小鼠摄取等量的糖分与热量 但其中一组的饮食跟美国青少年的标准饮食相同,也就是添加糖占18%,另一组摄取的糖分是葡萄糖 实验期间,虽然果糖组摄取的热量与糖分都没有比葡萄糖组多,但增加的体脂肪却超越葡萄糖组 危机三,增加糖尿病风险 无论汽水制造商如何狡辩,糖分确实与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成正比,跟吸烟导致肺癌同为永恒不变的医学事实 美奥医学中心,Mano Clinic 的研究人员挺身而出,只指添加果糖,无论是日常用糖或是高果糖玉米糖浆的主要成分,很可能就是导致糖尿病的头号原因,只要减少糖的摄取量,就能降低全球死于糖尿病的人数 危机四,让人变忧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费南多哥梅兹,平尼拉,Fernando Gomez,平威勒,指出,如果想保护大脑,最好少吃果糖 他与研究团队在实验中观察脑部受过伤的大鼠,如何找到新方法走出迷宫 他们发现,喝高果糖玉米糖浆的大鼠多花了30%的时间才找到出口 在一项更早的研究中发现,糖与脂肪的组合会改变大脑的化学作用 摄取高脂,高糖饮食的实验动物,脑原性神经营养因此,简称BDNF,的浓度会降低 这种化合物的功能,是帮助脑细胞互相沟通,建立记忆和学习新事物 比DNF浓度降低,与阿兹海默症及忧郁症都有关联 危机五,提高心脏病离患率 美国医学会期刊,内科学曾有篇论文指出 如果摄取的热量至少有25%来自添加糖 与热量源于不到10%添加糖的使用者相比 前者死于心脏病的几率是两倍 而美食跟美国人之中,就有一个属于前者 根据另一项发表于营养学期刊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的研究 饮食还有大量添加糖的青少年,血液里也会出现心脏疾病与糖尿病的风险因子 危机六,使血压升高 发表于开心期刊 Open Heart 的一篇论文指出 糖对血压的影响可能比炎更严重 只要吃高这糖饮食几个星期,收缩压与书张压都会升高 要是詹姆斯迪尼·尼克兰托尼奥、James J. by Nickolantoni 指出 过量的糖分导致胰岛素浓度过高 进而刺激胶感神经系统,使血压升高 危机七,导致皮肤松弛 胶原与弹性蛋白这两种化合物,是支撑皮肤紧致风润的药角 当大量的葡萄糖与果糖进入身体,它们将与胶原、弹性蛋白里的氨基酸结合,形成糖化中产物,简称AGS,对胶原与弹性蛋白造成伤害,并难以修复 临床皮肤病学期刊 Clinical Dermatology 的一篇论文指出 身体里的糖分愈多,这个过程在皮肤里的速度就愈快 而且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会更快 也就是说,一边在游泳池盼晒太阳,一边摄取大量糖分,会对皮肤造成极大的伤害 组糖饮食法不会感到饥饿,避免摄取过多热量 唯有尽量摆脱添加糖,才能远离肥胖,增进健康,活得更久,更年轻,大胃,心振可建议采取祖糖饮食法 他说,无论你是苗条的恰到好处,还是渴望快速获得能量,体重平衡都取决于两种荷尔蒙,饥饿态与瘦素,Lepthin 瘦素是饱足感荷尔蒙,身体分泌瘦素,告诉大脑你的能量槽已经满了,吃得够多 身体健康的人,瘦素与快吃东西的饥饿态会处于平衡状态 组糖饮食法会教你利用荷尔蒙的周期消除饥饿,方法是吃更多食物以及减缓荷尔蒙信号,让你不再感到饥饿或摄取超过身体所需的热量 只要一个简单的策略就能为身体抵御糖的影响,这个策略能让你继续摄取所爱吃的食物,不发胖,也没有生病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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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